我们社会民主连线送一个花圈, 就是人民英雄永随不留, 我们觉得无论过多久历史都会记住 一个政权屠杀人民, 所以我们谴责屠夫政权, 我们也重申只有全国实行普选, 揭出一党专政才能够解决 中国现在的贪污腐败问题, 已经被失踪了一千日的维权律师黄泉璋, 我们要求中共停止远禁留下, 不要迁路于刘耀波的遗伤, 我们再一次表达, 结束一党专政是中国人应有的权利, 中共违反中国宪法将人民普选产生政权的权利剥夺, 他们的统治是不合法不合宪, 我重申一次, 结束一党专政是所有中国人包括香港人在内的权利, 普选产生政府亦是我们的权利, 是不容任何人剥夺, 不容谭耀宗撤三道四, 我还要告诉习近平他爸爸都曾经两次被定性被批斗, 我警告他不要忘记他爸爸的遭遇, 不要将他爸爸的遭遇移到来香港, 向戴耀廷等等的异见人士用这种批斗的方法, 习近平应该心自悔悟好自为之。